河南温县陈家沟人陈汪廷 一句祖传之拳术 研究了明代抗窝民将气急光的拳经 和多种内加拳术 结合医学的经络理论 和儒家道家共尊的太极阴阳学说 创造了陈氏太极拳和双人推手的练法 第一个特点 运动缠绕螺旋 缠丝劲 什么的缠丝劲呢 用缠丝的方法练出来的劲 叫缠丝劲 缠绕螺旋 这个运动方式算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 快慢相间 圆满 圆到方式快 圆活的动作 轻柔的动作 到发劲的时候就变方 发劲的时候快 第三点 他保留了 穿蹦跳摇 腾挪闪战 第四点 他有第一路 柔和缠绕的动作为主 那么当建立了这个运动体系之后 运炮锤 穿蹦跳摇 腾挪闪战 快 比少年去还要快 陈老师 我们常常看到太极拳的套路是很慢的 那么为什么攻击的时候又是非常快的 不知道您是怎么理解这个问题的 它慢呢 是为了慢慢的形成 以单体为核心 移动全动 接接贯穿 一气贯通 为了完成这个运动体系 那么这个运动体系呢 能够适应客观调节变化 对方进攻的时候 把它进攻的速度 变成你的动力 你比方 他突然推了 蹭一变 他能把我推快 我的镜子不动 我有这个运动体系 有单体和核心 我的人没有动 他进来 第二呢 形成这个运动体系以后呢 适应客观调节变化 不失去这个海心 那他必须从那麦里头 达到慢而不散 快而不乱 那没有这个慢而不散 没有这个建立这个运动体系 这个过程 是不能够有那个快的效果的 这是必经之路 从慢着手 第一点 光松是不行的 你比方 我的骨节 它位置不对 那能松下来吗 松不下来 首先 到位 位置对 那么才能松下来 动作要正确 这是第一 第二点 松多少 松多了也不行 松 是为了 协调 为了 服务 这个运动体系 不是越松越好 是不是松的太多了 就变成了泻了 对 那叫丢 丢了 简单的讲呢 就是 以着运动体系为基础 建立运动体系以后 误差 少许到一定程度 这个动作来跟领部协调一致 不用着力 那么这就叫 不显得清零 陈长兴太极拳十大要论说 上欲动 而下次随之 下欲动 而上次领之 上下动 而中步硬之 中步动 而上下赫之 手动 腰动 足动 眼神 以随之动 如是方可谓之上下相随 方能达到太极拳 更高一级的要求 手肘肩 胸腹 对不对 对 下 就是 缓 膝 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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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如果上下 能够想随 就能够 以丹天为核心 移动 全动 接接贯穿 怎么叫随呢 首先定位 定位形成丹天核心 动的手与丹天为核心 上下 牵 影响着上下 一起动 一动 丹天一动 手动 脚动 宽动 一动 怀动 处处都要动 对 处处都要动 平原 立原 或者斜原 对了 它在为了适应 各个角度的 积极需要 有极大的需要 有时对方从前面进攻的 那么核心呢 有点这样来的 从后边进攻呢 闪 是这样来的 左边来呢 它有点这样 右边来是这样 各个不同的角度 积极的方法不同 为了适应 各个角度 积极的需要 所以变成前后左右 也就是说 根据对方的这个 攻击的意图来确定 我是用 用哪一种圆 对 来画 所谓的钢呢 就是发筋 钢筋呢 跟将筋 有什么区别呢 它是一动全动 一气贯通 这种筋呢 叫钢筋 比方做一个 发筋的方法 从单贴这个筋 这个筋 两种感觉 都区别出来 对 钢筋就是 一气贯通 接接贯穿 把全身的力 尽可能的 百分之百 发到一个点上 叫钢筋 发力 有论 它底下 可以这样讲的 松 活 弹斗 这四个字呢 一下子要很难理解 进一步讲呢 就是 把身法放好 没有发力之前呢 全身是 放松的 放松呢 也不能太放松 每一个肢体 够到合适的位置 比方说 胳膊和手 抬起来就够 那么要多用力呢 会跟任气 形成阻力 不抬起来 不放到合适的位置 又不行 就是 既能放到 合适的位置 又不多用力 这就是 松的 比较合适 在这个前提下 在每一个部位 放到合适 自然就会 形成单天的核心 动起来呢 单天 开始 带动全体 那么它的劲呢 就会有 松 活 有弹 这个 明显有一个弹抖的感觉 一个手 一个手 两个手 侧面 一样的 发之前松的 那么 发的时间 越短越好 著名的太极拳学家 陈欣 对此曾有过精辟的论述 太极者 刚柔兼制 而魂于无际之位也 刚柔之性如弹簧 弹簧之柔刃 越柔 弹簧之弹颤 越刚 柔而不软 刚而不僵 太极拳 以刚柔渐长 有关刚柔的理论 是太极拳 力俗之根本 所谓的钢呢 就是发劲 所谓的柔呢 就是 慢的动作 慢的动作 变换的动作 钢中有柔 柔中有钢 对 纯钢温柔 不会见 纯柔无钢呢 是空的 那是怎么回事呢 它人拳打过来呢 我首先躲过它的拳风 首先要躲过拳风 这个过程呢 就叫柔 已经柔化了 对 力量柔化了 这个地方就 以柔刻钢 下去呢 就虚发相变 这个时候 下去的时候 那个是钢的这种体现 对 变化 转换这一丝 叫以柔刻钢 下边呢 我以柔刻钢的过程 就叫虚 虚进 我不是这样 它要没了 对对对对 它来的时候 我一虚 对 下边 叹 要虚发相变 虚和发 互相变化的 那对方呢 不用紧 我也不用紧 看两个人 谁的柔化 水平高 如果一个人的 柔化水平高 它能感觉到 对方的变化 那么呢 再抓住对方的海心 再用劲 发力 这叫以柔刻钢 他柔 我比他含柔 他很轻来了 我能引着他变 以柔刻钢 他轻轻探听我的劲 你进攻我 我呢 轻探于他的劲 最后呢 抓住他的 要害地方 他这个地方也是在推 他在探听我的劲 他也在探听你的劲 对他的柔 我也是柔 我柔中变化呢 造作他的要害 这属于以柔刻柔 对 有的时候发情会同时的 那就是看谁的钢筋质量好 这样的 对 那不是会两个人 如果以钢刻钢的话 会相顶吗 这种 如果对方的质量差 一下就会打散了 他现在钢筋 对 在我们两个 同时发进的时候 同时发进 比方 你现在发进了 他发进了 我也发进了 一去 您的比他更钢 对 看谁的 基本功扎实 那么 一个强的 一个弱的 一样是钢能可钢 可见 太极拳中的钢柔 需要辩证的看待 以柔刻钢 不是绝对 以钢刻钢 以柔刻柔 未尝不是质敌的手段 太极拳 就是这样 看似充满矛盾 却又能完美统一 钢柔如此 快脉如此 动静 意义如此 已经带动呢 对方来得近呢 感觉到 他怎么来呢 我从哪个方向 哪个角度 怎么来调节变化 但是呢 他不是绝对的 不是绝对的 对 你比方已经带动 你也已经带动 我也已经带动 那这都不动 那能行吗 对 就没有对抗 对 还有出气制胜呢 找着对方的中线 弱点 虚弱的地方 可以手切进攻的 不是一定要 已经带动的 比如说 我跟小饼 一上 一合进 都得等待对方的动向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时候 他这个地方弱了 这个地方气不够 我看着中线在这个地方 我就 也可以下去 突然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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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先变化 有一个进攻 对 就不是一直已经在动的 他没有动 我也可以动的 钢呢 是发紧 大家都知道的 揉呢 就是变化 不发紧 那么对方在用镜的时候呢 我们呢 用柔化的办法呢 改变对方用力的方向 对方是照我们的中线 来的 我们改变了对方用力的方向呢 就把他的镜化解了 这叫柔化 那么在对方失去平衡的时候 我们的钢镜来发 发他的合适的部位 这叫柔化钢发 小金推我了 推我 他推我的中线 推我 我这海心呢 在这里 推我 推我 推 不能跟他硬 他的利点呢 不到我的中心来了 这个过程呢 叫柔化 给他柔化掉了 那么他柔化 他的利点到这 支持不对了 我的钢呢 在这呢 下墙 我这一去呢 这叫钢发 他要进入我的中心 那么我呢 变化 牵引他的用力方向 不到我的中心 到另外一边去 在这个时候呢 他也失去了中心 所以说 我牵引他的过程呢 是我虚净的过程 虚净的过程 对 他失去中心 我虚净了 那么一发 突然发力 就发到他的要害地 在柔化的过程当中呢 变成虚净 对方失去平衡的时候 变成发力 发力 正好体现了一个 亦虚亦实的一个变化 原来是这样体现的 对 不是首先要打人 首先要化解他 保存自己的运动体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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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